《西游记》里,菩提祖师有个弟子在天庭申聚要职,多次帮助了孙悟空 看过《西游记》原著的朋友会知道,这一部著作非比寻常,绝非只是一部单纯的神魔小说 吴承恩表面上在写仙佛妖魔,实际映射了现实社会的一些人一些事 因此,《西游记》算得上是一部批判讽刺小说 《西游记》还有一个魅力所在,吴承恩在原文里留下了大量的空白 让读者们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自行补足一些缺失的剧情 好比孙悟空的师父菩提祖师,他精通事如道 有一身超凡入圣的法术,为何要屈身于方顺山 不少读者认为,菩提祖师或许是太上老君,也有可能是如来佛祖 只是出于某种目的这才化身为菩提祖师 以此传授孙悟空一身本领,对于菩提祖师的真身到底是谁 直到《西游记》落下剧中的帷幕,吴承恩也没有在原文里阐述清楚 不过读者们却能以自己的观点插上想象的翅膀 架构一个属于自己的西游世界 其次,孙悟空在方顺山学艺的时候 菩提祖师亲口和他说过,他的门下总共有十二字 分别是广大、智、慧、真、如、信、海、影、物、元、绝 为孙悟空植入的侨夫也说过 菩提祖师门下弟子无数,至今跟他修行的还有三四十个人 奇怪的是,孙悟空不仅做过天庭的齐天大圣 还跟着唐僧西天取经,一路上斩妖出魔 可孙悟空闯荡三姐多年,却从来没有遇到过方顺山的师兄们 这又该如何解读 其实,孙悟空败在菩提祖师门下的时候 祖师说过孙悟空正好排在了第十倍的物字倍 属于门下最小的一个徒弟 既然如此,除了方顺山的孙悟空不认识师兄就变得情有可原 但方顺山的师兄们就不一样了 他们出师之后,仍可以通过孙悟空施展的法术来判断他师成何处 尤其是金斗云 当年孙悟空练成这门法术的时候 周围的师兄们是这么说的 原文学道,大众听说,一个个嘻嘻笑道,悟空造化 若会这个法儿,与人家当步兵送文书 必报单,不管哪里都能取了饭吃 有一种解读之法非常有趣 普吉祖师的一个弟子在天庭深居要职 他通过观察,发现孙悟空是他的同门师弟 但此人漠不作声 暗中相助过孙悟空多次 此人正是天庭的太白金星 纵观西天取经之路 观音曾多次协助孙悟空想要抚摩 毕竟观音身为西天灵山的一份子 取经大业对他来说极其重要 但太白金星已在取经路上 多次对孙悟空伸出援助之手 那时唐僧刚走出长安城 就遭遇了三个妖怪 这三个妖怪将唐僧的随从尽数吞吃 也是太白金星及时赶到 他不仅救出了唐僧 还出言其醒 前面有座大山 山下压了一只猴子 他就是你的大徒弟 随后孙悟空跟着唐僧踏上了取经队伍 太白金星仍是不断雪中送炭 孙悟空被黄蜂怪吹坏了眼睛 太白金星挺身而出 石陀岭的三妖王非同小可 也是太白金星前来报信 太白金星身为盗派 领和佛派井水不犯河水 可太白金星仍是多次 替取经路上的孙悟空还有简难 不仅如此 在孙悟空抢夺金箍棒 护抹生死部 被东海龙王十殿阎王告上天庭的时候 也是太白金星冒死劝谏 最终让玉帝暂时搁置了 捉拿孙悟空的行动计划 随后 之下的孙悟空推倒了办公桌 打出了南天门 就当玉帝勃然大怒 准备派兵捉拿孙悟空之时 也是太白金星好言相劝 最终请了孙悟空重新上天 做了一个响当当的齐天大圣 只不过让太白金星始料未及的事 孙悟空实在不知好歹 他偷吃盘桃紧单 搅扰了盘桃盛会 最终挥舞金箍棒 打进了玉帝的通明殿 事已至此 太白金星只能摇头叹气 怪这位小师弟太不懂事了